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呢 出现的是涨幅的状况 道成指数大涨了127.51点 下道指数分别都是涨幅 本周呢 美国一周股市挥别了 过去两个礼拜的股灾的恐惧现象 那么对美国的经济数字呢 重新恢复了信心 换句话说 对尔哈玛而言 过去两个礼拜的股灾 是一个战时性的现象 本周以狂欢派对结束 在当地逢低买进的人 在这个礼拜可以说是转班了 尤其是如果当时买的是高科技股 NASA股市本周大涨了5.29% 道成指数大涨了2.59% S&P更是大涨了4.12% 接着来看美元的汇率 整体美元在全球认为 基本上是走强的 那么过去欧元呢 不断地跌 但是在这个礼拜呢 欧元对美元只小跌了0.7% 主要的一项原因是欧洲央行 宣布了宽松政策 它开始学美国的QE购买版旗的公债 那么对吧 这个准备购买短期的债券这件事情呢 是大家对欧洲的信心重新恢复了 在周五的时候上涨了0.19% 否则以欧元下来的经济状况 它的跌幅可能应该来得更深 随着美国的经济越来越强 而且美国已经明白地表示 美国联织会说QE一定会在10月底结束 不会向外界所任何预期会再拖延 美国的联织会不会给外界surprise 因此随着大家对于明年美国即将加息的预期 美元将会越来越强 而我们来看一下美元对新台币 本周呢是小跌了0.03% 但是呢整体而言台币目前是30.41的价位 美元对寒缓呢 本周也是小跌了0.57% 但是呢未来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一个美元 对亚洲货币的一个趋势 那么这一次呢在本周随意小跌的原因是 前一阵子美元都涨太多了 澳币对美元本周也小涨了0.49%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价格 随着大家开始看好美元 而且对币形的情绪越来越低 国际黄金价格呢 本周是1231.80的价位 许多人认为美国一旦升级之后 黄金可能会跌过1盎司1000美元的价格 待会回到微信世界财经周报